宥嘉也是閃婚 對 妳最喜歡老公的這一點 聽說是他很老實 很率真 就是我以前交往的對象 是那種很懂女人心的 那麼會把就是女孩子 捧在手掌心上 像公主這樣子 那我這個老公不會 那怎麼比較呢 就是譬如說 以前我們在約會的時候 我跟上一個男朋友 約會的時候 他遲到一個多小時 然後電話打 都沒有人接 我就很生氣 因為我擔心 好不容易一個多小時到了 那我們女孩子上車 是不是會嗚嗚 就說那我等那麼久 原本覺得幾點 到現在才來這樣子 會噼哩啪講一些 結果我發現 他就 他在那個駕駛座上面 他就這樣子 他就這樣看著我 然後我就講 幹嘛這麼微微笑的 然後深情寡我看著我 我說妳幹嘛 他說 我的寶貝 怎麼那麼可愛 連生氣的時候 都這麼可愛 好會想喔 對 然後再來就說 這個真的是高手 然後再來就說 好 不要生氣了 我知道妳一定是擔心我 太想我了對不對 然後不氣了 當下什麼那個 氣不消了 氣不起來 然後氣不起來了 好 就開開心心的 就出去玩了 然後也忘了去追究說 到底為什麼 沒有接我電話 到底為什麼遲到 那到後來才發現 原來他是時間管理大師 就是上一個女孩子約會完 然後再跟我們約會這樣 然後常常搞失蹤 找不到人 那麼這個感情 這一段感情 當然讓我覺得很挫折 很驚訝 因為一直是被捧在手掌心上的 結果沒想到是 不是唯一 是之一而已 那後來我遇到我這個 這個老公 這個男朋友 他不會這麼會講話 可是他從來電話 他不會沒有接 萬一他沒有接到 他一定會趕快回 就讓我找得到人 然後也讓我覺得 很有安全感 對 然後 後來我就覺得 看男生真的是 不能用耳朵看 要用眼睛 要用心去感受 不要聽他講什麼 看他做什麼 對 不過有時候真的是 是有一好沒兩好 因為這個太老實了 這感覺上 就沒有那麼的敏感 有一次你回你娘家 他沒有反應 你知道嗎 結婚 新婚三個月 那公司給他了十天的那個 命月婚假 對 結果他很有責任感 他放了八天而已 後面兩天他就說 他要趕回去 公司要處理一些事情 他算放不下心 那我想說好吧 既然他放不下心再玩 他也心不在這 好 那好 就回去 那麼就這樣子兩三個月 他都沒有放假 那我們才新婚 對啊 我是不是每天 都覺得很無聊 然後我又看他工作壓力很大 我就想說好吧 那我們來計畫一下 哪一天剛好比較沒那麼忙 那我們去泡溫泉 放鬆一下 喬了好久 喬到這個時間 他也同意了 OK 那我就一直期待著 結果前一天他又跟我講說 他隔天還是要到 因為他是工地主任 他負責工地 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 還有已經蓋好的房子 要社區維修 那跟我講說隔天 他早上要去社區維修一下 一下就回來了 我想說好吧 好 就讓他去忙 結果到了一兩點 都還沒有回來 我就打電話給他 對啊 那後來他也是 算是火速趕回來 可是那時候已經兩三點了 我就不開心了 那還泡什麼溫泉 對不對 我們家在林口歸山 我們要到金山去 也是有一段的路程 那到那邊 因為我們喜歡泡那種露天的 那到那邊都沒有太陽 沒有光 對不對 那我就有點 他回來我就有點賭氣 有點不高興 我就說 都已經那麼晚了 還要去嗎 我不想去了 就這樣子 然後其實我只是要他哄哄 我說老婆對不起 什麼之類的 就沒事了 可是沒想到他 馬上回來說 不去了 那就算了 不去了 那我繼續回工地盲 我就是 這也很像我老公會這樣 對 繼續回工地盲 然後妳生起來就說 剛剛不是聽妳的嗎 妳為什麼要生氣 是 對 可是我就想說 妳不知道我在生氣嗎 他真的不知道 我就 對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好啊 你去工地盲 那我看我回娘家好了 他就嫩了一下 他就說 妳要回娘家嗎 然後我就二話不說 我就行李拿了 我衣服已經開始寬了 然後要回娘家 然後他就說 因為我娘家在市政府 我跟他住在林口 我娘家在那個 台北市政府那邊 那我自己不會開車 我要坐積結 再轉捷運 再回到家 大概要一個半小時的時間 結果他看我很生氣 在那邊整理行李 他說 老婆那要我載妳回去嗎 因為他開車半個小時而已 他開車半個小時而已 我這 一時我都更下不了台 你知道 我就說 好啊 好氣又好笑 然後 他還來幫我拿行李 非常的體貼 就護送我 一路上我都不跟他講話 我想說他會不會在車上 哄哄我 自行發覺事情不對 對 他如果在車上哄哄我 我就說算了 我們回家 再繼續去泡溫泉嗎 對不對 下午不能泡晚上的嘛 泡晚上的嘛 結果沒有 他真的把我送到家了 我送到家的時候 我就很生氣 真的下不了台階 下不了台階 我立刻就把他的LINE 給封鎖 我想說你明天 就不要打電話給我 等你明天打電話給我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 我不會接你的電話了 我就想好這個LINE 力道不斷地加強 對 至少要兩天不理他 我們才新婚三個月耶 我說要回娘家 你就讓我回娘家 是吧 對啊 結果我整整 等了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 我打半分電話給我 我爸媽都說 你怎麼還住著 你老公都沒有打電話給你嗎 沒有 我電話拿起來看 半通未接來電都沒有 我想說我把你LINE給封鎖了 你至少會打電話給我吧 那我娘家的電話 你也知道啊 你至少打個電話來吧 沒有 我爸媽看 不對勁了 我爸出來調停了 那打給他說 他就說 怎麼啦 你今天還很忙嗎 下班可不可以來家裡聊一聊 這樣子 好 他就下班 火速匆匆地來了 那一開了門 他就整個神社很緊張 好像看到什麼 救星 看到我 看到救星 老婆妳終於理我了 這樣子 我還完全 什麼妳終於理我 是妳不理我耶 一個禮拜妳都沒打電話給我 他說有啊 我有打... 怎麼會有媽媽的那個兒歌 他真的不知所措 我有打啊 我說哪有打 我電話拿起來看 哪有打 一通未接來電都沒有 他說有啊 他電話拿起來 他的那個LINE 好多打LINE 都打LINE一連七天 什麼簡訊啊 然後LINE的電話啊 都有打 因為我封鎖了嘛 我都沒有看到啊 我說那妳都沒有看我 沒有已讀嗎 我都沒有已讀 然後那麼多天 都沒有回電給妳 妳不會 妳不是說妳自己 被封鎖了嗎 對 然後妳不會害怕說 我發生什麼事了嗎 然後他就... 他就說 我想說妳都沒有已讀 可能是妳還在生我的氣 是不敢愁妳 對 我不敢一直打 我怕打了妳更生氣 然後我媽就說 那再怎麼樣新婚三個月 老婆說要回娘家 也不能說這樣子 就真的送她回來 他說沒有 因為那時候又家 她已經很生氣了 然後我就不敢說不要 因為我想說她在氣頭上 我就是盡量體貼 然後什麼事就順著她 然後她說好 我就OK 這樣她就不會再生氣了 結果我沒有想到 就是我就更生氣 對 更生氣 其實完全不一樣 男人 女人的腦真的不一樣 有時候女生生氣 男生就越跑越遠 好可怕 先不要理她 請女生說妳就過來 給我們一個擁抱 對不對 對 三秒鐘都可以解決的事情 搞了三個禮拜 沒錯 好像很難教 問一下冰心 聽說妳老公也非常的體貼 然後對妳的朋友都是愛無極 但有時候會惹妳不開心 對 所以我就說人 真的是要互相理解 可是你看即便我們在一起 那麼久了 還是有些東西抓不到 像我女 像我老公 有婦女之友之稱 所以他就會經常開車 帶我的朋友們 同學們一起出去玩 然後出去玩的時候 因為我們大家就是 友人開車 我們就可以這樣聊天 聊得很開心 然後到吃飯的地方 吃一吃以後 他就會去逛 讓我們可以聊一些 私密的事情 然後等到完了以後 他就會結帳 然後再擺一個人一個人送回家 這樣是不是很棒棒 是不是好棒棒 就有一次就吃飯 我有個朋友失戀了 單身失戀了 然後就胃口不太好 就吃得比較少 他就打包了一個東西 然後等到一個一個送走的時候 就說這個 就說給妳 我剛剛看沒吃多少東西 那個 因為他家 然後就給他 然後在他拿這個東西給他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不開玩笑 眼睛都是粉紅泡泡 你知道 女生嗎 就是好感動 又好喜歡 又好那個 然後就是那種 羨慕嫉妒恨 在那種很短的期間 六火花妳發現了 察覺到 說為什麼這不是我老公 在很短的時間內 你覺得那種表情 羨慕嫉妒恨 就繞一圈 結果後來他不知不覺 我說如果妳今天 幫他買了這東西 妳拿給我 然後妳跟我講說 他剛剛沒吃 他家又比較偏僻 要不妳就 叫妳拿 我拿給他 一點問題都沒有 妳拿給他問題大了 我說我們是好朋友 我說我以後 還要不要找他出來 我說我還要不要 找他出來吃飯 對不對 然後所以 但是人家也沒幹嘛 對不對 所以我就說很多東西 這是一個分寸感的問題 所以妳只能 反覆提醒 然後就是說對啊 所以有時候老公太體 其實也是一個困擾 單身行不行 有官方的YouTube頻道 請大家記得搜尋 東風衛視 或者是掃下面的QR Code 同時一定要記得 要按訂閱 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節目內容 而且有很多 網路獨享的好影片喔 還有還有 記得分享給妳的親朋好友吧 謝謝大家 請多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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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個